道理愈讲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愈讲愈有理,我是主持石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露桥女士,露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六四正在来,不如今天讲一下六四的话题 也讲一下六四,今年是三十二年 在这个过程之中,究竟出现了什么变化呢? 几十年过去了 风风火火的游行活动 抗议活动 又被屡次镇压下去了 突然之间,现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 躺平运动 这个躺平运动说得清楚一点 是不合作运动的 这种运动现在在中共又开始否定,甚至删除他们的信息 接着下来会不会是施压或者是用另外一些极端的手段逼他们出来做事呢? 这个我们也要观察的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人现在被逼要做躺平运动呢? 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也是请露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今天我们是北美的星期三,明天就是六四了 到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六四了 在32年前,大家都很清楚了 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 他为了自己的理想 就做到一些事,但是最后 就是被炎酷地镇压 香港就是 今年和去年是唯一 在过去32年里面 没有纪念六四的两年 当时的年轻人还是对这个国家有希望 或者对这个政权有幻想的 觉得它是可以改变的 也都是希望这个国家是变得好的 他们当时也有一些理想就是要民主 也都要自由 他们要求的东西其实就是很初阶的 民主社会里面所需要的东西 当时来说他们也是很反对的 所谓的倒霉 其实倒霉就是其中一种的贪腐的形式 后来的结果大家就不用再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当时来说中共它是全力控制了这个国家 而西方社会是没有给这件事 足够的制裁,特别是美国 没有给它足够的制裁 令到它是有了一个机会去镇压 从此正义、自由、民主的呼声 就在中国大陆就灭绝了 可以说六四这一代人是被中国共产党毁了 第二代当然就是我意思是三十年来的第二代 就是90后和00后 这一代人都是没有经历过六四的 你说的这一代人其实他们连六四是什么都未知 分分钟知道六四的内容都是反面的教材 这段时间90年代特别是入了WTO的2001年 这二三十年就是中共所谓的崛起的几十年 而这帮年轻人是他们没有看过 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政治运动 也都没有经历过六四 而他们成长的年代就是中国所谓的崛起 经济发达很多东西发展得很迅速 整个社区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市容 表面的东西变化很大的这二三十年 这帮年轻人很多就变了粉红 所以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有多少 但是起码在中国大陆里面有部分人 真的变了粉红 这帮粉红就他们的立场非常非常之鲜明 他们就是支持中国共产党 无论是政权也好 领袖也好 或者整个体系也好 而且他们是很大声的 他们很多东西会主动出击 主动去攻击人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反西方 特别是中共的体制和西方有冲突的时候 他们是绝对反西方的 他们是很多党文化 在他们的意识里面 是全部是共产党那一套 就是什么都是讲权力 讲实力 讲效率 追求成功 追求发展 就是不顾一切 这样去要达到这些的目的 所以你从他们讲话里面 他们从来不会跟你提 是人性 或者是自由 或者是民主 或者是尊严 或者是人权 他们在他们洗脑的过程里面 他们没有这些东西的 他们有的是共产党的党文化 他们也相信中国共产党 现在是人类历史里面 最伟大的一个政权 而且将来来说 就会统治这个世界 他们是社交媒体里面 非常之活跃的 他们就主要用这些来发声 很多都是给我们感觉 他们的生活很富裕 或者起码不用忧愁的 也是受过教育 而且是非常之自信 他们可以说是 这一代二三十年 中国的发展经济里面的得益者 也是被共产党 利用得很厉害的一代 因为共产党主要 就是用他们来发声 很多时候的民间的声音 就是通过他们来发声 他们在他们很自信的 同时其实他们不知道 他们跟世界上任何的其他人 都不一样 就算是这半民主国家 伊朗、土耳其 甚至一些极权国家 他们都会有一些民权 或者人权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人的自由 一些意识 唯独这帮小粉红 他们是不相信这件事的 所以这帮人 其实就是被扭曲的一代 也是被共产党毁灭的一代 被共产党毁灭的一代 咦?怎会理解呢? 很多人害怕这个说法 这帮人也倒转 帮助了共产党的衰落 就是因为有这帮小粉红 惹到全世界都反感 所以他们互相 就有两个巴掌 拍在一起 可以说 你帮我 我帮你 但最终的结果 就是你毁我 我毁你 另外 在中国大陆 也都有一些 他们就不是小粉红 但他们的生存的目的 主要是围绕一些的物质 就是物质挂碎 他们所谓的岁月正好 他这帮人也叫做岁月正好派 什么意思? 就是怎么样化妆 怎么样去戴游戏机 怎么样去玩 怎么样去娱乐 他们都不是太关心政治 但是有些什么要用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会随着共产党 随着共产党来走 但他不是好像小粉红那样配合 这堆人应该是很多的 这堆人应该是很多 那这堆人也都是被共产党毁了的 因为这堆人也都是 除了物质之外 他们整个的生活 他们没有其他什么东西 就是普通一个是在其他地方长大 但是不在中国长大的年轻人 应该有的一些理性 或者一些判断力 或者有一些对于自己自身的人权 或者那类有基本认识的东西 对这帮物质挂碎人来说 他们觉得都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就是他们物质方面要封城 这堆人和小粉红一样 将会是由于中共的政权越来越走下坡 他们会觉得是很难受的 那这一帮物质挂碎 这一帮就会觉得 最终他们的物质可能没有了 没有那么封城的了 就是整个经济是下滑得那么重要的时候 他们没有了 而小粉红就会更加受到打击 因为他会发觉 真的自己和其他不同的 现在中共是全球围堵 外交截截敗退 由现在全世界就要呼声 要追责中共的逆源 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打击 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今天比较重点讲的 就是讲到是这个90后和00后的 另外一堆人 这堆人我觉得是二军特起 也都可能是觉醒的一代 那这堆人很多就是比较生活在底层的 很多是农民工 那他们其实就是为中共创造了很多财富的 无论在工厂也好 或者是建筑地盘也好 或者是去北京 或者是大城市做外卖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很低下的 人工很低的工作也好 都是这一帮人支撑的 但是他们在整个过程里面 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特异 永远是很低薪水 是被人家看不起 在一个社会的阶层里面 他们永远是下层 那这堆人他们现在来说 就是有他们的觉醒 现在最近躺平主义 躺就是躺下的躺 躺下的躺 躺平就是平安的平 这个躺平主义有很多人评过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仍然是因为六四 所以我觉得我也要讲讲六四 那一代怎样被毁 那我也都想一下 应该都是或者我都应该讲讲这个躺平主义 那很简单 他这个主义就是号召90后或者00后的青年 就不要买屋 不要买车 不要结婚 不要生孩子 不要消费 就是降低生活的欲望 维持最低的生存标准 那为了什么呢 就是拒绝是为其他人赚钱 不要将自己成为他们赚钱的机器 我觉得这个觉醒是很惊人的 我觉得这个觉醒就是拒绝被利用 因为中国共产党 他就是做什么事他都是要利用你 这班的所谓的群众 他最终就是他要怎么没你就怎么没你 但是这个觉醒我觉得是很石破天径的 就是你不要看少这一样东西 这一样东西是很大很大一样东西 另外他也说我们都站不起身的了 也都不想跪 所以只有就躺平 站不起身是因为生活成本太高 压力太大 买不起房子 买不起这个高价的消费品 工作也都难投 所以我们就不会不生孩子的 不结婚的 这个就是维持自己起码的尊严 这一样东西我又觉得很大声 真的说得很大声 就是中国人要维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这一样东西我觉得不是小东西 你不要看 觉得我们这些东西周围都是这样的了 但是中国大陆能够说得出 或者是用行动表示出来 这一样东西不是一件小的东西 这是觉醒的第二样 第三样来说有几个层次 就是在经济上 他们觉得我怎么拼命工作都投力 都是一无所有的了 反正结果差不多了 我省一点 本来我要用三千多元的人民币一个月的 我省省省到我搬回家住 800元就够了 我就不再参加你们的游戏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看法了 还有他们一个口号 我觉得真的很精彩 他说三月不上江 好干共产党 好就好尽的好 好干共产党 半年不干活 迎来新中国 在这里他们其实是知道自己的能力 他知道你合起来的能量 就是我三个月不上班 那么你共产党就大件事了 我半年我不上班 你共产党就会倒下了 就是在经济上那个觉醒 就是他们要耗干这个共产党 看来他们终之找到一种 对付中共的方法了 那么就在政治上 政治上当然就是 就是在中国大陆来说 政治是高压的了 重产党是每一个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 他都是控制着你的 从你幼稚园开始 就是爱国教育 跟你洗脑 然后控制你教育 还有你将来职业的方向 你要怎么做什么 你都是他跟你安排 然后他要说清楚 你应该住哪里 应该哪里工作 就是户籍制度 很多东西 这个特别是对一些农民工来说 更加是这样 现在就说准你生三个 以前两个都不准 现在三个 他哪方面都要 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控制 他要你大爱 要你无私 为党奉献终生 这个就是政治上 他要求于中国的每一个人来的 他要你参加党组织的时候 你就要参加 党活动你是没办法去拒绝的 你一定要成为党的支持者 但是同时你是无权的 也都社会上没有公义 你连有时连呼吸都困难 你的生活的每一样都被监控 在政治上 当他们什么都不做 他什么都不去工作的时候 他不需要参加党组织 你党活动已经少很多 他不生孩子 他不买屋 他不结婚 你没办法控制他 要生多少个了 他不上班 你也没办法控制他 应该做什么 所以政治上的反抗也是很大的 当然生活上就是不结婚 不生孩子 他自己个人生活 我就是不要 我就是不要这么做 我个人生活 我也都跟你不合作 你没办法控制我了 他就用这些方式 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他们争取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但是无论怎么说都好 他都是争取 他最终就是取得个人的有限的自由 但是起码这件事 他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当然对中共来说 习近平他很大的目标 要大国复兴 要大国崛起 要中国梦 一切一切都是要加速的 他要加速的 现在他要加速的时候 你躺下了怎么办呢 当然他说你躺下了都有个好处 就变成你不会造反了 你不会像香港的年轻人那样 出来反抗那样 但是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现在党有很多东西要做的 党要快快去复工 快快去复工 或者去任何党需要你的地方 做一些廉价劳工也好 或者好像奴隶那样做事也好 需要你的 需要这帮人的 另外他又需要你洗脑到一个地步 就是党需要你出来 叫嚣或者被访问 或者被做民调 你们要参加 你要加入党的主旋律里面 另外就是他要你消费的 现在正是大内需的时候 双循环大内需 他真的要你做事 然后你赚到那么多钱 努力努力去买一辆车 起码买屋就买不了了 起码你去商场消费 你去看电影 你买衣服 去做什么都好 他要你消费 不消费怎么办呢 你按现在来说 他要你生孩子的 刚刚才通过要找他 他不是鼓励你 他要找他你生三个 现在正是人口那个调查 刚刚过大家都觉得他 一定没有14亿人 一定只有12多亿人 在这个时候他要你生孩子 你又不生孩子 你又不结婚 那怎么办呢 另外他就是有什么事 国家有什么事 要打台湾 打印度 去攻占菲律宾 他要人的 你们个个什么都不做 甚至叫你去征兵 你都不去做 那怎么办呢 就是没可能的 所以呢 正是党最需要这帮这样的 年轻人的时候 你又对着中共的心 就是插了一刀 但是这些小小想一想 这些年轻人他的做法 其实就是很成功地 突破了中共的控制 中共七十几年来 他用的方式 第一次不靈 是一个很低成本的 不流血的 也都是不合作的 一种这样的抗争 那真的很无辜 我记得有人 都是这样说 如果你家里面 出了一个这样的人 你真的做父母的 有时不知道怎么办呢 如果你说你困一些 你出去做一些坏事 父母都还有一些东西 或者还有觉得 是要将你插回一个好的方向 但是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父母有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怎么对你 我觉得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那这些年轻人 其实就个人来说 我觉得都是相当了不起的 第一就是在物欲横流的中国大陆 他们能够用一种这样的方式 用绝对的低欲望的这样的方式 去过自己的生活 为用这种方式来赞取了自己 能够控制的个人自由 我觉得这点也是很难得的 因为这些人很知道自己做什么 也都很知道自己这样做 是会对中共造成什么影响 整个的抗争里面 也都是很难让中共有什么口实 去打他们或者去抓他们 自己来说 如果你不做事 你都要低消费的话 你本身来说 你是要很自律的 但是自律对社会也没有害 但是对中共的杀伤力就很大 我真的觉得这帮人 其实就是退党了 你知道吗 这种是另类的退党 我用这种方式来 我斗不过你 我也拒绝给你利用 我斗不过你 我避你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避了你 那中国大陆怎么办呢 中共最近的官媒日报 和环球时报都出来骂 说他们是毒鸡汤 说他们认病可以 你躺平就不行了 他很可能用文革式的东西 最重要是找个家人来斗你 最有效的 父母一直在那里烦你 烦到你 不出门不行 不让你家里这么简单 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 另外就说 或者就是使用 令到物价很高 令到你没办法用800元来生存 或者都有利友的成份 开始就很多的工作 就有很多的新的packages 又给你怎样上网吧 或者怎样 组织很多活动 反正中国共产党做这些运动 他很有经验 但是我就觉得 这次来讲 他们未必是成功了 因为这些年轻人 其实心水很清的 可能有人躺在家里 什么想得很清楚 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些什么 非常知道自己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他完全想清楚 所以这一点来讲 就是中共很无辜的 他如果越打压这堆这样的人 这堆人都不少的 你记得李克强说整个中国赚一千人民币以下的人 有六亿那么多 你说这里有多少是属于躺平族呢 你是一大堆的人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今次真的都挺tough的 特别是习近平总加速师 什么他都要加速的 什么都要夸张 或者是超额的去做 无论什么他都要大的 要伟光正的 但是这一帮躺平族呢 就是后退的 躺在的 就是好像火山撞地球 但是呢 有一些网友呢 其实真的心水很清的 他说 加速呢 其实呢 就是消耗共产党的能量 而躺平呢 就是断绝共产党能量的来源 他说两个东西没那么衝突的 就有相辅相成的 最终呢 就是拖垮共产党 我记得呢 在北美啦 有时候那些朋友 那些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啦 整天都说 哎呀怎么搞啊 中国大陆变成这样 我们的兽子和那些兽子一起大的哦 我们全部都是狼仔 现在全部是战狼 出来的小粉红 全部都是狼仔来的 狼仔狼女来的 那怎么搞呢 到现在就是二十多岁而已 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他们成为这个 他们国家的领袖 我们的兽子 也都是成为这里的中坚人物 那怎么搞啊 就是对着这一堆 在中国长大的战狼 将来也是战狼 那怎么搞啊 但是现在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跟他说 不是理想象中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命运 或者这个天命呢 是一种以很奇怪的方式 去展现他自己 谁会想到一个中国这么公理的社会 是吧 大家追求成功啊 什么都用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的社会 会出了一帮这样的人 但是这帮人 是不害人的 他不害人也都不会伤人 也都不战狼的 他顶多是他自己 就是他生活比较辛苦一些 他不要 好像其他的战狼那样 下下都将你吃了 一口一口的吃了 所以我就觉得 很奇怪 我觉得是不是很多时候 我们说人算不如天算 习近平 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总加速师 各样都要伟光正要是最大的 做到最快的 最好的 最厉害的 最恶的 但是中共养出来的 最新的一代 是用这样的面貌出现 我觉得你做什么因 就结什么果 一切都由你共产党自己做出来 如果假如你不是这样资源方面 是财富方面 是这么不平均 这样去分配 如果你对每一个人 每一个国民 都有给他们足够的尊严和资源 我想可能就不是搞到 今天这样的地步 所以他没办法 你自己做的事 你自己承受 老习说自作自受 事实就是这样 自古以来 这个道理是没有变过的 原来是 希望那些想自作自受 觉得好一点的人 做一些好事 你可能受到的 也会好 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 还没订阅的话 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如果你给我们一个赞 我们会更加多谢你 这里是越谷越有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